立法會秘書處一連兩日舉辦簡介會 為新一屆議員講解立法會事務 並且彩排下星期一舉行的宣誓儀式 郭芝晴報導 新一屆立法會即將展開 一班候任議員出席簡介會 聽秘書長陳惠安講解立法會事務 接著我們會講講委員會制度 我留心聽書,也發問了一些挺好的問題 就好像大河第一天入河那樣,很多很新鮮的地方 相對比較難的就是文件、規則相當多 這些需要慢慢去適應 議會的抗爭或者混亂已經成了歷史了 究竟這些所謂新的規矩 用來防止議會混亂是否更適合呢 你會否考慮同類一起修改一些議事規則 我想暫時都不要搞得那麼混亂了 他們下午去到會議廳 彩排下星期一舉行的宣誓儀式 宣誓儀式現在開始 請各位縮立 之後部分人亦都有試讀一次誓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有幾個字是不能夠錯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立法會 這三樣東西如果你讀錯了 路人甲都可以去申請司法覆核你 大家拿著你那份東西回去就拜託你 真的要溫習的 真是怕會讀漏讀錯字的 剛才有人試讀的時候都試過有些脫漏 所以我打算回家也要練一練 會議廳已經掛上國徽 擺放儀式需要用的國旗和區旗 到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監禧 政府亦都已經向後任議員發出宣誓須之 至於新一屆立法會主席選舉 會在下個月10日舉行 有線電視記者一國之情不道